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家路上路过一片池塘 就在徐大安急匆匆赶路的时候 一阵哗哗的水声从池塘中央传了过来 怀着好奇的心 徐大安便停下脚步朝着池塘里看了过去 就在这时 一阵呼救声传进了他的耳朵里 救命呀 快来人呀 听到这声音 徐大安顾不得多想 就朝着池塘奔了过去 说时迟那时快 转瞬间 徐大安已经一个猛子 炸进了水里 不久之后 徐大安从池塘中将一个落水的女子救了上来 将女子救上来后 徐大安看清楚了 这女子正是邻村张烈户的女儿张小翠 小翠 你默示吧 徐大安关切地问道 就在这时 一阵脚步声从不远处想了起来 转瞬间 两个黑影已经来到了徐大安的跟前 徐大安看清楚了 来人正是小翠的父亲张烈户和他的儿子张大壮 翠儿 你怎么了 张烈户气喘吁吁地问道 徐大安刚要开口 小翠却抢先 哇 他一声大哭了起来 紧接着 小翠的一句话瞬间就将徐大安 惊出了一身冷汗 爹 你总算来了 不然的话 我今天可就要被这坏男人糟蹋了 小翠指着徐大安一边哭一边说道 听了这话 徐大安顿时愣住了 好半天 他才缓过进来解释道 小翠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翠儿 翠儿 你说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烈户又问 小翠哽咽咽着说道 就在刚才 我在这池塘里洗澡 谁知道这小子羡慕孤身一人冲进河里 就想要非礼于我 我一个黄花闺女这叫事传出去 可让我怎么活呀 我还不如一死了之呢 说完 小翠就要正扎着 站起身来跳入河中自尽 听小翠这样说 徐大安顿时迹地跺起了脚 小翠 你可不能污蔑好人呀 我刚才明明是为了救你 怎么到你的口中 却成了我非礼你了 你倒是说实话呀 这是 小翠的哥哥张大壮 上前一把抓住徐大安的衣领恶狠狠地说道 徐家小子 看你平日里人母狗样 老实巴交的 没想到你却是只色狼 看我不打死你 说完 张大壮温起拳头 就要朝徐大安杂趣 徐大安急了 连忙说道 张大哥 事情真的不是你说的这样呀 难道你是说我家妹子在撒谎吗 徐大安 我家妹子还是个黄花闺女 你这样一来 她以后还怎么嫁人 说 这件事情该怎样了解 张大壮怒气冲冲地说道 徐大安便解道 张大哥 你真的冤枉我了 我这 此时 徐大安的心里后悔极了 就在他手足无措之际 张烈狐说话了 徐家小子 我来问你 这件事情 你是想公了呢 还是私了呢 公了如何 私了又是什么 徐大安疑惑地问道 张烈狐说道 这公了吗 就是明天我将你扭送官府 由官府来决断 私了吗 我这小女还是黄花闺女 出了今天这事 她是无论如何不能再嫁她人了 不如你将她娶了 如何 什么 还有这等私了的方法 这 这怎么能行 我房无一间 德无一龙 如何敢将小翠 娶进家门 跟着我 你这不是让她受苦吗 徐大安疑惑地问道 这是 张烈狐的态度 已经没有刚才的那样恶劣了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你说到底该怎么办 就在徐大安犹豫之际 张大壮说道 小子 还犹豫什么 我家不嫌你穷 把一个黄花闺女白送给你 你怎么还推三阻四的 这世上哪有这种事情 这不是明摆着 往光棍怀里送媳妇吗 世上真的有这等好事吗 即使有 这样的事情 还能轮得着我这个穷小子吗 今天晚上的事情 时时处处都透着一股邪乎劲 恐怕事情不会像他们说的这样简单吧 见他还在那里犹豫 张大壮又开口了 不管你愿不愿意 我家妹子是嫁定你了 赶紧回家准备去吧 时间就定在十天后 你小子要是再敢推托 我现在就把你扭送官服 说完 张烈狐一家三口就走了 三人走后 徐大安依旧在那里发呆 过了好久 他才总算缓过点身来 回到家后 徐大安一夜没睡 在紧张与激动中 他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第二天早上 就在徐大安还在怀疑这件事情是真是假的时候 张烈护缺派人上门来了 这人来后告诉他说 聘礼什么的都不要了 只要他到时候将小翠迎进家门就可以了 这一来 徐大安末发不相信了 那人走后 徐大安便来到了邻居王大娘家将事情告诉了他 不过他并没有对王大娘说小翠诬陷他的事情 只是说张烈狐要把女儿嫁给他 王大娘听了以后 很是替他高兴 当即就给他张罗了起来 乡亲们得知 徐大安要成家的消息后 也非常高兴 都纷纷过来帮忙 十天后 徐大安将小翠取进了家门 张烈狐为师母要急着把小翠嫁给徐大安 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阴谋 被这个问题困扰的不仅是各位看官 就连当事人徐大安都是一头雾水 洞房叶 看羞羞答答的信仰子 徐大安忍不住开口了 小翠 我有一事不明 当初我好心救你 可你为师母 却要诬陷 我说我非离于你呢 小翠沉默了一会 随后便缓缓地抬起了头 此时 徐大安这才看清楚了 他的眼睛里全是泪水 见小翠哭了 徐大安连忙说道 小翠 都是我不好 我不该问你 徐大哥 你就是不问我也要说 三个月前 我孤身一人前往后山 走着走着 突然出现了一只怪物 那怪物人面猴身 浑身长着长毛 见到怪物时 我顿时吓得晕倒在地 不省人事 等我醒来时 发觉自己正被一条大蛇紧紧缠绕着 大蛇看起来并无恶意 见我醒来后 它便从我身上爬走了 随后我就下了山 过了一个月之后 我才发现自己的肚子有些不正常 问了我娘之后才知道 我肚子里已经有了孩子了 听到这里 徐大安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只听小翠继续说道 听到这个消息 我当时就要寻死密活 是我爹将我拦了下来 一个黄花闺女好端端地有了孩子 这传出去我还能活吗 于是我爹就和我哥商量了起来 他们打听了一番之后 最后选中了你 于是就让我假装落水 被你救起 从而诬陷你 以达到让你将我取尽家门的办法 原来如此 既然是这样 那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的和我提呢 魏师摩还要绕着摩大一个圈子 徐大安疑惑地问道 如果当时告诉你我有了孩子 你会将我娶进家门吗 小翠问道 听小翠这样问 徐大安不由地愣住了 是啊 如果自己知道 小翠已经有了孩子 而且还是一条大蛇的孩子 自己还会娶他吗 见徐大安在那里犹豫 小翠又说道 本来我爹娘的意思是 让我将这个事情瞒下来 但我信你心地善良 不肯欺骗于你 于是便食言相告 徐大哥 该说的我都说了 现在我就等你一句话 现在你还要不要我 如果要 我就留下来 如果不要 那我现在就走 走 你往哪里去 徐大安苦笑着问道 小翠叹了口气说道 深山老林 荒郊野岭 哪里不能安生呢 沉默了一会之后 徐大安问道 小翠 我能相信你吗 小翠说道 这件事情我 本来可以不告诉你 但现在你 已经知道了真相 你说你信不信我 经过一番痛苦的抉择之后 徐大安有了决断 他决定将小翠留下来 见徐大安肯收留自己 小翠的脸上 这才有了一丝笑意 不过 令徐大安意外的是 小翠却又向他提起了要求 徐大哥 既然你答应收留我 那我还有句话必须和你说清楚 什么话 我肚子里现在已经有了孩子 不管孩子将来是男是女 是人还是妖 我都希望你能善待他 这能行吗 我既然已经决定将你留下来 就意味着我也接受了你肚子里的孩子 放心吧 我会善待他的 别人家的洞房花竹 是轻轻握握 互诉忠肠 这两口道好 他们讨论的竟然是新娘子肚子里的孩子 你说稀奇不稀奇 婚后 这件事情并没有影响到夫妻俩的这份感情 他们恩恩爱爱 小日子过得是越来越好 十个多月后 小翠肚子里的孩子出生了 是个胖乎乎的小男孩 孩子出生后 徐大安也兑现了他当初的承诺 将孩子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孩子一半 转眼间 孩子已经13岁了 看着日渐长大的孩子 小翠的心总算放到了肚子里 然而 就在此时 意外发生了 这一天 徐大安上山打猎回来 从他一回到家 小翠就发现他有点不对劲 但不论小翠如何追问 徐大安就是一言不发 直到夜里 从未红过脸的两口子 大吵了一顿 听到动静后 他们的孩子许有福 悄悄地竖起耳朵听了起来 只听小翠哭着说道 徐大安 你忘了当初你是怎么对我说的吗 我以为你早已经放下了 看来你还是容不得我们母子俩呀 既然如此 那你为石魔还要收留下我 徐大安冷笑着说道 这种事情也就是我能忍得了 你也不想想换作他人 能心甘情愿这么多年吗 我还是那句话 孩子已经长大了 你带着他走吧 听到这里 徐有福不由地愣住了 父亲这是怎么了 魏石魔要把我和娘赶出家门 想到这里 徐有福顿时就冲着父母的房间奔了过去 对于徐有福的突然出现 徐大安两口子显然没有料到 两人当即愣在了当地 徐有福跪在徐大安的面前哭着说道 爹 你为石魔要把我们赶走 对于徐有福的逼问 徐大安没有也不能理会 而是悄悄把脸转了过去 这时 小翠对他说道 孩子 冲你爹磕几个头 磕完头后收拾东西 咱娘俩今晚就走 徐有福哭着说道 娘 这到底是卫石魔呀 小翠冷笑一声说道 听娘的话 磕完头后 他就不是你爹了 现母亲一副毅然决然的神情 徐有福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随即恭恭敬敬地冲着 徐大安磕了三个头嘴级 和小翠离开了这里 看着母子俩的背影 徐大安泪如雨下 徐有福为神魔要把小翠母子俩赶走 难道他还是没有过得了那道坎吗 或者是另有隐情 转眼间 时间过去了十年 这一天 徐大安在近山打猎途中遇到了那只人面猴身的怪物 一番激战之后 这个曾经危害一方的怪物 终于被徐大安打死了 然而 在与怪物的搏斗中 徐大安身负重伤 等乡亲们发现他时 徐大安已经停止了呼吸 将徐大安的尸体背回家后 乡亲们便给他打了一副棺木 就在要将棺材盖钉上的时候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在没有钉住的时候 棺材盖与棺材底部结合的地方是严丝合缝 但只要拿钉子钉 棺材盖底下就会出现一道一只多宽的缝隙 乡亲们都被这怪异的景象吓坏了 这时 有个上了年纪的人说道 我听老辈人说起过 这棺材盖子盖不严 使死人有念想 只有把他的这个念想给他了 这棺材盖自然就盖住了 听了这话 众人不由地愣住了 徐大安孤身一人 他能有什么念想 难道他心里还记挂着小翠他们母子吗 就在人们疑惑不解的时候 门外突然响起了一阵脚步声 不久之后 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走了进来 在小伙子身后还跟着一位四十多岁的夫人 看到这两人 众人都不由得吓了一跳 这不就是当年被徐大安赶出家门的小翠母子俩吗 他们怎么回来了 难道他们知道徐大安已经死了吗 就在人们疑惑之际 小翠哭喊着就冲着棺材扑了过去 徐大安 你骗我骗得好苦呀 先小翠跪倒了啦 徐有福也冲着棺木跪了下去 就在他跪下的那一刻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棺材盖底下那一只多宽的缝隙 竟然奇迹般地消失了 这是怎么回事 小翠母子不是被徐大安赶走了吗 为什么小翠会说是徐大安骗了他们 他们又是怎么知道徐大安已经死了的呢 这一切都得从三天前说起 自从被徐大安赶走之后 小翠便带着徐有福 在离这里一百多里的一个地方住了下来 虽说徐有福不是自己亲生的 但徐大安却从未对他另眼相待 而小翠更是怕他受了委屈 时时处处关心爱护着他 在父母尤其是小翠的溺爱下 徐有福变成了一个好吃懒做无所事事的仙人 徐大安看在眼里挤在心里 可每次他数落徐有福的时候 小翠就会就是重提 为了能让徐有福不再这样沉沦下去 徐有福便想出了将他们赶走 以便让徐有福能有所悔改的办法 于是他就假借隐忍了这么多年 无法再继续隐忍下去的办法 和小翠大吵了一顿 随即将他母子俩赶出家门 果然在被赶出家门后 徐有福一夜之间就长大了许多 再一次偶然的机会 小翠救了一位朝廷的武将 随后 这位武将便把徐有福待在了身边 因为徐有福做战友盟履历战功 很快他就成了一名威震四方的将军 那小翠有时如何知道徐有福死去的消息呢 原来就在三天前 小翠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在梦中 徐大安告诉了他赶走他们的原因 说到这里 你也许会问 那徐有福到底是谁的孩子 或许他就是上天派来专门除暴 安良保家卫国的天赐之子吧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儿子光棍多年终娶妻 母亲大喜 父亲 你高兴得太早了 话说早年间 陈家庄有个名叫陈思牛的杀猪将 他自有丧父 母亲张氏 寒心如苦 靠着给别人做些真险活将他养大成人 在陈思牛十二岁满年 母亲张氏得了一场重病 孤儿寡母的日子本来就过得异常艰难 张氏病后 母子俩的生活顿时陷入了困境 好在陈家庄民风淳朴 在乡亲们的帮衬下 这对苦命的母子总算艰难地活了下来 后来村子里的杀猪将张老头建臣似牛时在可怜 便将自己杀猪的手艺传给了他 小伙子人聪明又勤快 没过多久将杀猪的手艺学了个透彻 因为他杀猪手艺精湛 手法干净利劳 为人又实在 父亲村民们都会找他杀猪 有猪可杀的时候 陈思牛就去杀猪 闲的时候 他就帮着人家打零工 今年过后 母子俩的生活逐渐稳定了下来 虽说陈思牛每天忙忙碌碌不停歇 但正下的前景构渡日 一贫如洗的局面依旧未能改变 于是眼看到了程家的年龄了 他的婚事血迟失未动 这一日 邻村的大户张元外要为儿子娶媳妇 便特地将陈思牛请到家中宰了两头猪 陈思牛原先曾经受过张元外的恩惠 在结算工钱时死活推辞不要 为了感谢陈思牛 张元外特地将一副猪下水送给了他 拿着猪下水 陈思牛满心欢喜地朝着家中走去 因为在张元外家喝了点小酒 动身时已经是黄昏了 就在陈思牛哼着小曲低头赶路的时候 路旁的草丛中突然传来了一阵哀鸣声 陈思牛连忙停下脚步朝草丛中看去 但因为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眼前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 于是他便朝着声音传来的地方走了过去 走到近前 陈思牛这才发现 原来是一只狐狸被捕售家夹住了 低头一看 狐狸的右腿满是鲜血 伤口深刻见骨 此刻 狐狸正一边哀鸣 一边用期盼求救的眼神盯着陈思牛看 陈思牛心地善良 见狐狸受了大伤 当即蹲下身子 轻声安慰狐狸道 你这小家伙 是不是贪吃被抓住了 幸亏是遇到我了 不然的话 你可就遭大难了 不要着急 我来救你脱困 说完 陈思牛连忙将狐狸从捕售家中救了出来 随后 他又从身上扯下一块布条将狐狸受伤的腿包扎了起来 被救之后 狐狸朝着陈思牛点了点头 随后便一瘸一拐地消失在草丛中 见狐狸走了 陈思牛也赶紧起身 就要往家赶去 就在起身的那一刻 他突然发现在草丛中似乎有一丝亮光闪过 漆黑的夜里 那磨亮光似乎有一种神奇的魔力 只把陈思牛的眼光深深地吸引了过去 拔开草丛一看 原来是一枚簪子 簪子为纯银打造 在簪子的头部有一块白色的浴室 亮光就是浴室发出来的 这是谁的簪子 怎么会遗落在这里 簪子一看就是个宝物 遗落他的人肯定非常焦急 想到这里 陈思牛便坐在那里等了起来 半个时辰过后 就在陈思牛苦等施主的时候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急进响了起来 听到脚步声 陈思牛一位施主来了 于是便起身迎了上去 可等到他走到近前才发现 来人原来是同村的男子陈五毛 陈五毛和陈思牛年纪相仿 说起来他们还是本家 陈五毛长得尖嘴吼塞 长天不务正业 专靠坑蒙拐骗卫生 见来人是陈五毛 陈思牛不由得一阵失望 见陈思牛突然出现在路中间 陈五毛顿时下了一跳 连忙停下脚步问道 什么人 陈思牛笑着说道 五毛大哥 我是思牛 思牛 黑天半夜的你在这里干什么 陈五毛疑惑地问道 陈思牛连忙说道 我在等个人 等人 等什么人 说话间 陈五毛已经来到了陈思牛的面前 陈思牛原本并不想将捡到簪子的事情 告诉陈五毛 但他这个人压根就不会撒谎 站在那里吱吱吾吾 半天也说不出话来 陈五毛健壮便笑着问道 思牛 思牛 是不是和相好的在这里优惠呀 陈思牛连忙红着脸说道 五毛大哥 你真会取笑人 谁能看得上我呀 那就奇了怪了 说实话 你究竟在这里干什么 陈五毛追问道 陈思牛掩饰不过 只好说道 就在不久前 我在草丛里捡到一枚银簪 我就坐在这里 等着施主找过来 一听说是银簪 陈五毛的眼睛里 顿时放出了光 银簪 什么银簪 快拿出来我瞧瞧 陈思牛拗不过他 只好从身上降 那枚银簪拿了出来 刚从身上拿出来 陈五毛就将银簪抢在手中 仔细把玩了起来 一边看口中 一边说道 真是个好东西 见陈五毛的那股贪婪劲 陈思牛顿感不妙 随即一把江银簪抢了回来 陈五毛见状 连忙说道 你这什么急呀 让我再看看 我说四牛 你是不是傻呀 哪有捡到东西 还在原地等着施主找回来的 反正 你捡到银簪 除了我别人也不知道 我看不如这样 明天咱俩进一趟城里 将这个东西当了 弄到钱以后 你拿多一半 至于我吗 你看着给就是了 你看如何 听陈五毛这样说 陈思牛连忙摇头说道 哪能这样呢 这簪子又不是你我的 怎么能居为己有呢 要是这样的话 河头有什么区别 说完 陈思牛扭头就走 陈五毛连忙上前 将陈思牛拦了下来 别人说你是个死脑筋 我还不相信 今天我总算是见识到了 反正又没有别人知道 你就算装起来 又能怎样 为了避免多事 陈思牛没有再理会陈五毛 而是转身朝家中走了 陈五毛依旧不依不饶 但陈思牛却不畏所动 见无法劝动陈思牛 陈五毛只好作罢 看着陈思牛远去的背影 陈五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 回到家中后 陈思牛将路上遇到的事情告诉了母亲 这张事也是个本分之人 便让陈思牛将银沾好生收藏起来 以便施主来去 不久之后 陈思牛便睡下了 就在他睡下不久 陈五毛悄悄溜进了他家 原来 那陈五毛见陈思牛 不肯将银沾拿出来与他均分 便有了偷走银沾的想法 于是 他便悄悄地尾随在了陈思牛的身后 陈家庄民疯淳朴 再说家里也没有什么值钱东西 晚上睡觉时 陈思牛就只是降门虚言起来 进到屋子里后 陈五毛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银沾的下落 为了怕陈思牛发掘 他只好又悄悄地离开了陈思牛家 等以后再做打算 第二天 陈思牛刚一出门 那陈五毛便将他拦了下来 四牛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想独吞那个东西 听陈五毛这样说 陈思牛不由得火冒三丈 五毛哥 你这是什么话 陈五毛冷哼一声说道 什么话 什么意思 你心里清楚 见陈五毛越说越离谱了 陈思牛便不再理他 静止朝外走去 那陈五毛却依旧不依不饶 陈思牛顿时火冒三丈 一把将陈五毛推倒在地 便出了大门 陈五毛身形瘦小 压根就不是陈思牛的对手 见陈思牛动了真怒 他也就暂时忍了下来 这天夜里 忙活了一天之后 陈思牛躺在床上正看着银簪发呆 就在这时 一阵冷风吹过 屋门突然开了 陈思牛连忙起身朝外走去 就在他刚走到门口的一刹那 一道黄色的影子从门外走了进来 为了怕吵醒熟睡中的母亲 陈思牛低声喝道 谁 说话间 那黄影已经飘进了屋子里 陈思牛定睛一看 原来是未处处动人的妙龄女子 看到这女子 陈思牛惊呆了 随即愣在当地说不出话来 女子献她这般模样 顿时笑着说道 傻小子 看什么看 听女子这样发问 陈思牛这才结结巴巴的说道 这位姑娘 深更半夜来我家所为何事 女子说道 你昨天是不是捡到了一枚银簪 听到这话 陈思牛连忙问道 昨天我在草丛里确实是捡到了一枚银簪 怎么了 实不相瞒 那银簪是我遗落在那里的 今天我特地来去 女子说道 见施主找上门来 陈思牛赶紧问道 姑娘 你的银簪是什么样式的 女子随即将银簪的样式详细说了出来 陈思牛听后 见女子说得毫不差 便将银簪拿了出来 将银簪交到女子手中后 陈思牛问道 姑娘 我有个疑问 你怎么知道是我捡到了你的银簪 再说 丢落银簪的地方是在荒郊野岭 你去哪里干什么 听陈思牛这样发问 女子并没有开口 而是伸手将裤脚拉了起来 陈思牛见女子做出这等动作 连忙闭上眼睛说道 姑娘 你这是干什么呀 女子笑着说道 怪不得人家都说你是个善良忠厚之人 起初我还不相信呢 今日一见果然如此 我一个姑娘家都不怕 你怕什么呢 放心吧 我还没那么不知廉耻呢 快睁开眼看看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 陈思牛睁开了眼顺着女子手指的方向看了过去 女子的腿上系着一块布子 仔细看去 那块布子 俨然就是昨天给狐狸包扎伤口时 从自己的衣服上扯下来的 看到这一幕 陈思牛不由得愣住了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女子说道 恩公 实不相瞒 我就是你 昨天救下的那只狐狸 那真银簪也是我挣扎的时候遗留在哪里的 听女子这样说 陈思牛顿时经的目瞪口袋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狐妖吗 见陈思牛愣在当地 女子连忙说道 怎么样 没吓着你吧 恩公 你放心吧 我不会伤害你的 我今天来的目的一个是取回引赞 另外呢 就是报恩来了 说吧 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来 只要我能办得到 一定让你满意 陈思牛连忙摇着头说道 些许小事不足挂齿 再说了 那银簪又不是我的 即使是我捡到了 怎么能将它据为己有呢 姑娘 时辰已经不早了 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的话请 速速离开吧 你我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要是让别人看见可就不好了 再说了 我娘身体不好 最好不要惊扰到她 听了陈思牛的话 虎女朝着陈思牛深深地拘了一躬 便走出了屋子 陈思牛本以为这件事情就这样了皆了 令她没有想到的是 此后 虎女每天晚上都会来她家一趟 在第三天的时候 虎女还说为了报答陈思牛的救命之恩 要以身相许 陈思牛因为人胡疏途便回绝了她 但知道此事的张事却大喜过望 于是便苦苦劝起了陈思牛 为了怕母亲担忧 陈思牛并没有把女子是狐妖的事情告诉母亲 陈思牛是个孝子 见母亲为了自己的婚事操碎了心 无奈之下 她只好答应了下来 见陈思牛答应了 虎女和张事都十分高兴 或许是怕到手的媳妇跑了 当天夜里张事就将房子给两人疼了出来 见儿子的婚事有了着落 张事高兴极了 独子一人回到房间以后 张事便自言自语了起来 当家的 你儿子的婚事今天总算有着落了 你也该放心了 等着吧 明年这个时候 你就能抱孙子了 令张事大为奇怪的是 他刚说完 一阵轻微的说话声就传进了他的耳朵里 老婆子 你糊涂呀 听到这声音 张事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声音非常熟悉 是他死去多年的丈夫发出来的 他怎么会说话 张事战战兢兢的问道 当家的 是你在说话吗 老婆子 别多问了 赶紧把我生前打猎所用的那把刀拿出来 拿刀干什么 张事疑惑的问道 你别多问 先听我说完 把刀插到那个女子身上 吃了的话 你儿子就性命不薄 赶紧听了丈夫的话 张事顿时大吃一惊 这是干什么 儿子好不容易娶了个媳妇 我怎么能那样做呢 正在犹豫之间 陈老头又急切地说道 你发石磨愣呀 我能害儿子吗 听到这话 张事顾不得多想 赶紧翻箱到贵江内把破刀找了出来 悄悄地走到了新房门口 隔着门缝 张事往房间里看了进去 房间里的一幕顿时将得下了个魂飞魄散 儿子陈思牛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而新媳妇早已不见了踪影 房间里则多粒只毛茸茸的狐狸 此时狐狸正张开大口 朝着陈思牛的脖肩咬去 陈氏大惊 连忙推开门将手中的破刀 朝着狐狸扔了过去 就在破刀扎到狐狸身上的那一刻 只见一阵白光闪过 狐狸随即倒在了地上 一股黑烟随后从他身上冒了出来 随后那狐狸又变回了女子模样 就在这时 陈思牛醒了过来 见儿子醒来了 陈氏赶紧冲进屋中对着女子吏声问道 说你到底是谁 魏师母要恩将仇暴害我儿子 随后从狐女口中 母子俩这才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陈思牛的父亲陈老头生前是一个猎人 在他活着的时候 曾经将一个危害死方的狐妖赐死 而那狐妖就是眼前这个狐女的父亲 狐妖死后 狐女便发誓要为父亲报仇 陈老头死后 狐女便将这份仇怨转嫁到陈思牛身上 可因为自己倒横较浅 而陈思牛一身正气 他根本伤不了陈思牛分好 于是便想出了上面的办法 陈老头的那把破刀并不是一把普通的刀 这把刀是祖传下来的 传说是先祖用一种特殊的金铁打造 陈老头虽说一声打猎 但他捕获的却都是些危害死方的猛兽 时间一长 那把破刀上便聚集了一些血气 而这种血气 恰好能破泄狐女身上的那股阴怨之气 说来也怪 自从狐狸变回人形后 他身上的那股怨气便消失不见了 后来 狐女变成了真正的女子 嫁给了陈思牛 一家人和和美美地生活了下来 当然 那个陈五毛也没有落得好下场 在一次入侍行窃当中 他被人抓住 打断了双腿 此后他变成了一个瘸子 到最后竟然落了个横尸街头的下场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